Preparing 你看到那个字的吗 Preparing Your meeting is now streaming on live Facebook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Facebook 我们还可以聊天 哇我看到了 然后我们聊到 我们聊到差不多有50个破百了 我们才讲 切入真题 我们要铺一下粉丝 traffic 太开心了 讲真的 来来来 快点把我们的这个share出去 share出去 因为我要跟你讲 我今天我跟你讲 我真的是有点 其实我是很兴奋 可以访问这两个年轻的美眉 一个22岁 一个18岁 他们两个人加起来 才等于我的年龄 他们年不年轻 然后改我还讨计 其实我跟你们相差几岁 然后我的老公讲 相差21岁 我讲 我的天啊 真是差太远了 太开心了 线上有多个人来 哇线上有30个人 你们可以看得到吗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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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到Facebook 哇线上有很多个人 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 大家都可以来 留comment一下 如果你们要问问题 你们可以问 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要大爆料 没有不是 应该叫大访问 不是大爆料 大访问了 在这个行动管制 这期间 我们的18岁的子萱 刚刚荣生了我们的 Ambassador ABS4还没有 今天才10多号 还Log in了我们的 Turkey 要恭喜我们的抒情 22岁栽培一个18岁 成为Ambassador 哇线上已经很多人了 真的是妹妹 看到吗 小秦老师讲 真的是妹妹 今天我要访问这个妹妹 所以我是阿姨 没有 你是姐姐不了 姐姐不了 我会笑死 OK冷静 来来来 我们就请今天的主角 来你要不要开麦 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主角 我们的子萱 来自我介绍一下 来来来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子萱 18岁 然后 来自哪里 来自 槟城 大安脚 听说妈妈是 听说妈妈是 整个槟城很出名 红豆冰的是不是 对很多人都去吃 就是 不只是槟城人 我觉得大山脚都知道 就是这个红豆冰的出名 大山脚 这样我知道大概在哪里了 沈多山那边的那个 阿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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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不要跟我讲是靠近那个 那边有一个 那边有一个 那个叫教堂吗 那个 对 靠近 St.M 对对 对对对对 我有去过真的真的 40年了 所以该问你们妈妈开了40年 我不知道妈妈开了多少年了 好像蛮久的 从宫宫那边传承家也超过40年 对对对 所以妈妈是通过 这个真的是通过红豆兵的生意 然后养大 养大你们 拉拔你们长大 对 然后子玄要不要讲 你现在在读这书啊 还是做着工啊 然后你的背景啊 哦就是我现在还在读这书 还在读IT哦 然后完全没有做工的经验 有啊就是帮妈妈哦 然后其他 对就好像做外面part time的话就没有 这个还是 我还是有机会下午 想要去尝试做part time 做外面的工 吃一下苦才知道对不对 对对对 他们两个哦 上下线哦 一个22岁的抒情 一个18岁的这个子玄 然后他们两个笑声啊 然后声音啊 也是很新鲜 然后你们又要不要讲下 你们两个我是怎样认识的 你们是好朋友吗 我们不是好朋友 我们不认识的 我们是通过 妈妈认识的 就是我的妈咪 跟素晴的妈咪 是好朋友 对 然后我跟素晴的妈咪 是认识的 但是没有说很熟 嗯 就是经过的时候 我都会叫她的妈妈 美丽阿姨 哈哈 美丽阿姨啊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样听到 哎 我叫美丽阿姨 我听到的时候 我也是吓到了 然后你们认识多久了 你们感觉好像很熟这样的 没有啊 我们俩很熟 我们是 从二月开始 我们从二月开始才知道 就是 呃 他才知道我叫素晴 我才知道他叫子玄 这样子 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 也是二月份 可是他真正就是 呃 怎样讲 他真正就有感觉 所以其实是在 可能三月靠近尾这样子 嗯 就是很好 很close朋友的时候啦 所以开始是 素晴跟 啊 子玄讲 第一的这个事业啊 产品的 对不对 嗯 嗯嗯 然后这样你就马上接受吗 哈哈 没有 我跟你来讲 一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我还觉得 素晴这个越 又讲好像越来越骗你哦 然后就 哈哈哈哈 可能的事情啊 然后就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 根本就不可能会拜到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哎 我已经去了两次的罪网了 然后我就 我就 一脸不相信了 完全不相信 对 然后你觉得他是骗子 对 他觉得我是骗子 疯子 完全 疯子 神经病这样 哈哈哈哈 所以就算是他告诉你 他已经合格了 B1两次的旅行 你都不相信 嗯 我是相信他合格了 两次 但是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不可能会做到 不可能会发生在我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因为我觉得 很难 那一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 那一可能哦 我还 为什么你会突然间讲 去发 来苏星讲 你还什么 他 他第一次 就是他 我刚才讲 marketing fan吗 他讲 哦 这样 ambassador 12000啊 OK好 这样子的话 我给我自己一个 timing set 我以为来了 kick来了 他跟我讲说 我半年内 上ambassador 然后我是 其实我是很想笑 然后我又不能笑 我就backing 这样子 我讲 其实不用半年的 一个月 最迟两个月 就可以上得到了 然后他又在 以为我是傻的 但是你这个月哦 你才半个月罢了 你就做到你的 ambassador了 这样你要不要讲一下 而且又在 行动管制哦 你要不要讲一下 你怎样在 行动管制的时候 你可以做到 ambassador呢 你找谁分享呢 人家讲18岁 18岁 然后你的身边的 这些朋友 都是18岁 都是小妹妹 小弟弟 然后你跟 你跟谁分享啊 等等 然后你为什么 我先找那些 因为我觉得 裤子嘛 然后它是 策定血液循环 然后可以改善 像什么 小镇骨盘啊 什么东西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 比较老一点的人 会去接收这个裤子 然后我就是 说情侣那时候 一直叫我打电话 我也是 拖了很久才会去打电话 他就 他就讲 喂 只学去打电话 有人得去打 去call 罢了去抑郁 他们进来 Zone Party 夹一个半个小时的 裤子 科技也OK 然后我讲说 OK咯 我就去 哎 那时候就 就是逼不得已的 又要应酬 受事情哦 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开始 笑话 然后没有应酬 对 应酬受情 然后过 算了吗 就打哦 打了一通两通 然后过就 只是这样简单 那样的对话不好 就这样腰进来了哦 我也是吓到的啊 哦 所以你是通过打电话 邀约 然后进去Zone Party 听了就close 呃 没有 他就没有立马close 但是就是有follow up 跟进了过就 哇 所以你这个整个行动管制的过程呢 你就是得知我打电话 邀约 进去Zone Party 然后听科技 听分享 然后就再跟进 对 然后一直重复就这个东西罢了 对对 哇 我们很 我们就是很密切联络的 我们好像 我们知道他约他谁 我们就会前会 然后会总会 会后会 就是跟他讲你要讲follow up 然后follow up 那怎么样 就是two ways of communication 然后觉得这个很好 对 所以你们 two ways of communication 除了用whatsapp之外 你们也是用电话啦 最多的打电话 嗯 就每天都打电话啦 你们 每天 对 几乎每一天都打电话 就是每一天打电话 发出情 每天打电话还催我了 所以你快点去邀约人 你一定有人的 去邀约 然后就 还叫我post在 呃 Facebook 然后一开始 我是很抗拒post Facebook的 因为 我觉得 Facebook太罚密了 对 我只能接受post Facebook不能 Facebook以外的东西都不能 然后他讲说 你post Facebook 如果做live 一定能的 expulsion比较高 这样子 然后我就不想啦 然后过就是 一直 就是为了应酬他 对 为了应酬他 然后你就post 对就post了 我应酬到几 认真一下 一个小时一个post啊 一个小时一个post啊 哇 这样你很认真的应酬啊 你线上的各位 你们 你们这样子的post 非常的不认真 他们是应酬哦 一个小时一个post OK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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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Zen ZenZack 和ZenY是有分别的 哈哈 哈哈 原来他们应酬 是这样的意思 OK 我开始学习了 姐姐我 今天第一次上课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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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场了 哈哈 这样我想问你啦 你看啊 你这样年轻哦 你分享裤子 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 你有我们的见证吗 你有 你穿着我们的裤子吗 对 哦 你穿着我们的裤子 我穿 一开始是 一开始是妈咪穿的 因为妈咪一直投诉 她讲 她讲 她的手 那个脚 一直很麻痹 因为脚红豆冰嘛 一直冻到冰 然后又脚十多年 二十多年 所以就那个病啊 就是一直麻痹 一直发冷 就是冷到那个手麻 是不是 对对对 如果就是 她有时候麻到不能睡觉 你知道吗 对 把你又会起来 就一直很麻 太痛了 还不能睡 然后 精神状况很不好 如果就是 而且学习了你不好了 长期 对 事实 对对对 如果就是 妈咪就 try can't穿这个裤子 应该是属性介绍的 是吗 嗯 这个裤子 我不知道哦 应该介绍妈咪 妈咪之前她是 有人好像是 呃 她的姐妹帮她买 然后 呃 那时候是妈妈有裤子 可是她没有穿 然后我就 又在去偶遇你妈妈的时候 就在提醒她穿裤子哦 给她看过手了 然后又在提醒她咯 然后从妈妈开始 体验回产品 就有见证 妈妈发现她睡觉 睡很好这样子 哦 然后一直就一直跟妈妈讲啊 这个很好做啊 然后妈妈就 呃 很感兴趣 哎 妈妈有去上过课 所以妈妈就一直很想要去 鼓励子轩哦 哦 所以说妈妈 然后有很好的见证 所以芝萱也在穿着我们的裤子啦 所以我也在穿着 你18岁哦 你有什么见证呢 我 18岁应该是很健康 很活力的年龄来的哦 不要看她 我应该是最老的18岁 最老的18岁 Oh my god 叫我是什么 我是40岁 我是最年轻的40岁 最年轻的40岁 那时候就 我连舞 因为我有连舞 然后过后我连舞完 过后就是好像 有时候我长久坐一个小时 或者是两个小时的话 我就会腰痛 我腰痛的话 我就是 不能再继续坐下去了 我一定要躺在床上 躺一整天 摸起来腰才不会痛 哦 很夸张 就一直很痛很痛 为什么 就不能长坐 就不能长久坐在椅子上 嗯 你有受伤过吗 嗯 我没有受伤过 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 可能是练舞的关系啊 就是因为腰要软 对 所以你是很喜欢跳舞的啦 对 很喜欢跳舞 这样你可以哦 下一次哦 你可以live哦 穿着我们的Arab pants哦 然后跳一段舞 我支持 我想 因为据我所知 这段时间 其实哦 这个行动管制 除了行动管制 不能出去之外 其实你还在这个星期 明天还有考试对不对 对 明天还有考试 对 明天还有tests 然后还要在温习啊 上网上课啊 然后还要准备应付考试哦 然后你都可以做到啊 你抱着的是怎样的一个心情呢 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说真的 我也是没有想要做 然后也是为了应付书情 然后所以才做到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就是时间安排管理非常重要 就是我每次就是安排不到嘛 我就会跟书情讲 哦 书情 我想说我很忙 我不能 我做不到 我还有23秒不敢 对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就跟他来了来 我就跟他讲哦 每个人其实只有24小时吧 所以我们就要怎样去分配 因为那个时候哦 有前段时间 他很忙很忙很忙 懂吗 他每天到三四点才睡觉 因为他这个阿摩姨 参了很多的活动 我就参了很多活动 然后那次又要忙 assignment 又要参活动 然后就一模了 我就跟师兄 师兄我不能了 我不能了 不要玩 我跟他说不要 我不要做了 我很乱 就是太忙了 我然后忙不过来 然后过 对完全没有时间 然后过就是 呃 就是因为行动管制 所以有很多的时间 对对对 因为在家里了嘛 很轻松啊 然后你不要去上课也可以了 现在 就是你不要 online 然后你身边的人都开始很得控 你的想法是这样吗 呃 我身边的朋友 好像我的同学校的话就 呃 就是同 course的话就不得控 然后可是好像就不一样 cause的话 他们就会得控 所以我就会好像 call给他们 就跟他们分享啊 这个机会啊 什么的 然后就有时候分享产品哦 嗯 所以你的分享 你是分享Aura Pants 比较 都是分享Aura Pants 和我们的Shiro Tau 对不对 听说你是非常热爱 这两个产品的哦 是吗 对对对对 就我分享 我就depends on 他的需求 然后我去分享 就是因为我有几个朋友 他们皮肤会比较敏感 所以我就会分享Shiro Tau 给他们 嗯 哦 非常的好 对 哇 线上有50个人哦 18岁做到我们的Ambudsman 而且用 少过两个礼拜的时间 还Log in了我们的Turkey 这样你要不要马上鼓励一下 线上的朋友 还是你的朋友 呼吁一下 鼓励啊 鼓励啊 哈哈哈 我做到了 对 我觉得就是 好像苏青讲的 就是他一直跟我讲 只要你能你就一定能 一开始 你会认为说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 我觉得你要勇敢 踏出那一步 就那一步吧 你可能踏出那一步 你就发现到 很多事情其实蛮容易的 就是可能你心里 想太多 就是可能你会觉得 诶他这样子想 他这样子想 会不会觉得 就是我这样子 转接过去腰越 是不是好像有什么阴谋 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 你一空过去 可是他只是好像 你就是没有想到这样多 啊 很开心 可以啊 就进来 就进来了哦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 心里因素不要太多 不要想太多 就对了 所以只要能够 踏出那成功的第一步 只要你要 其实凡事都可能 对不对 对 哲萱现在还要开始 开始就是做Live了 耶 他应该也会应酬 是差不多每个小时 做一次Live吧 对 他应酬 也是态度很好的应酬 这个年轻人 他就是会讲 一书清 我想要聊 你有做Party吗 我想要了解 关于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 极好 极认真的应酬 你看 对 而且刚才我们还没有 开始之前 我们有聊聊一下 子萱哦 目前为止呢 主题里面有三个人 也在同时Fight as Ambassador 对 非常非常的公平 因为自己的改变 然后也影响了身边的两个朋友 还有妈妈 正在Fight as Ambassador 对不对 所以你就迈向着我们的 139的Strategy 成为最年轻的 那一个139的Sample 哇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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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讲吗 我们的Live差不多到尾声了 应该没有啦 就是我觉得年轻人 就是去Fight 罢了啦 就是 不要想太多 我觉得 对不要想太多 BE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给你们去Fight 我觉得 就是选择比努力还要重要 但是 坚持比努力更加重要 我觉得啦 哇 哇 但是也不像22岁 强 果然 那个陈子萱 他还跟我讲过一句话 你懂吗 他就讲说 他讲说 努力只能及格 只有疯狂才能够成功 哇 笑 哇 对 那等一下我要放到这个标题了 努力才能够及格 努力只能及格 只能及格 拼命 拼命才能优秀 哦 拼命才能优秀 拼命才能优秀 对拼命才能优秀 哇 你知道线上 有差不多60个人 都在关注着我们的Live 所以等一下 全部人share share share出去 要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 不同的年龄都可以 因为BE的追梦 所以今天我们 谢谢我们的子萱 还有我们的苏琴 谢谢他们 然后明天考试胜利 对 明天考试胜利 Good luck Good luck